大家好,我是莉莉 今天爱吃土豆的小伙伴有口福了 这是一个土豆的新吃法 免油炸,真的超级好吃又健康 小小的一颗 一口一颗嘎嘣脆 如果蘸点Ketchup,那更加的美味 首先我们准备4把克的土豆 削皮清洗干净 像这种紫皮土豆水分少,淀粉多 更适合做这种小点心 而一般的黄皮土豆水分比较多 就比较适合来做菜,炒土豆丝之类的 我们把土豆清洗干净以后 切成薄厚均匀的小片 放在盘子中 现在就可以准备一个蒸锅 把盘子放在蒸锅里 凉水入锅,全程开大火 像这样蒸煮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时间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拿一根筷子 来检查一下土豆泥的状态 用筷子轻轻的一插,就可以戳透土豆片就可以了 装好的土豆片放在碗中 放入20克黄油 5克食盐 在料理具中搅拌一分钟 期间可以停一下,然后继续搅拌 这样我们就会得到非常细腻的土豆泥 看一下这个流动性像不像面糊 细腻的土豆泥是这道小零食的关键 我们把土豆泥放在裱花袋中 在烤盘中铺好油纸 下一步就是要把这些土豆泥均匀的挤在烤盘上 挤的时候大家要注意用力要均匀 记住不要挤得太大 直径控制在1.5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所有的土豆泥挤好了以后 我们用手指沾点水 把土豆泥的顶部轻轻的按压一下 按好以后就可以送进预热好的烤箱 烤箱的设置是上下火180时时度 连续烘烤30分钟左右 大家注意一定要烤到表面焦黄 只有土豆泥表面的糊化吃起来才会有酥脆的口感 这款小点心既有酥脆的口感 土豆的香甜 又免去了油炸食品不健康的隐患 是不是很完美 是不是比爆米花薯条更加健康呢 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 希望莉莉的分享给您的生活带来乐趣 喜欢就关注莉莉 我们下次再见